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很开心我们可以在这里 一起领受上帝的话 并且一起来听 上帝在今天要告诉我们的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深知到 我们在祢面前 显得软弱 当我们深知 我们每一天都要学着 记得祢 求上帝也记得 我们每个人 帮助我们在每一天 所经历的 都有上帝祢特别的恩典 我们在这里 先上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 记载在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第八节到十四节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 乃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实力护活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为这个福音 受苦难甚至被捆绑 像犯人一样 然而神的道 却不被捆绑 所以我为选民 凡事忍耐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 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 和永远的荣耀 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施信 他仍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嘱咐他们 不可谓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每个礼拜 都会鼓励 只要是基督徒 如果不是身受拦阻 或是有一些病痛 都要鼓励 要到教堂来 来做礼拜 主日礼拜的时间 其实是基督教 非常要紧的事情 基督教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传统主义 我们用爱跟喜乐 不断在重复 庆祝 每个礼拜 都用同一天 在庆祝 主耶稣 纪念主耶稣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 这是一封两千多年前保罗写给他所爱的儿子提摩泰的一封信 而在这封信里面 他不断的告诉他说 你要记得不断的提醒 你现在所募会的以佛所加会 你要不断的提醒这些弟兄姐妹们 说 我们要记得 我们要与基督同死 当我们跟他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 而若人能忍耐 必能与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 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或许人性 我们会失掉这个信心 但是他却是可信的 保罗提醒他的看为 在世上的儿子的提摩泰说 你现在是以佛所加会的牧师 你要好好的去警戒 并且不断 每个礼拜不断的提醒他们 记得耶稣基督在 我们生命里面所做得够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事情不断的重复 在每一个主日里面 从两千年一直到现在 而过去的教会到现在的教会 或许这个社会不断的改变 我们透过很多的方式 在呈现 在纪念 但宗教我们所传讲的 都是一样的道理 上帝不断对我们说新的话 而过去的话 今天重新再读 仍然是新的 他在提醒我们 透过守主日 我们纪念耶稣基督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 愿上帝的恩典 就临到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上帝 谢谢你与我们同行 我们每一天 每一周 都习惯用一天来纪念你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主日里面 显出你的荣耀 并且帮助我们 我们记得我们的生命 是你所示的 我们透过你始而互活的生命 重新活在每一天里面 主就求主你与我们同行 带领我们经历 每一天经历你 我们在这里线上 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